大家好 哥們英俊 今天介紹一台 MSX SF進崩改 這個改裝分了很多階段 那你覺得現在已經九成以上了 所以再重新錄一次 跟大家介紹他改的這些什麼 阿倫的白癡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台車因為它陸續改了很多階段 所以它的產品都是有新舊的落差 所以不要太care 但是還是要介紹給大家 它裝了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品牌 來 首先 這MSR必備的商品 分離靶 怎麼也沒過的品牌 COMISMO COMISMO分離靶 再來就是放了COSO的整合錶 因為它裝了這個整合錶 這也太空了 所以就是手工再克制一個奢侈蓋 把它蓋起來 再來就是SMRCNC三角台 這邊RCB水族箱總辦 在ACTIV ACTIV 日本的品牌整合是加快速油門加握把 好像是整套的 它搭配了RIDIA的短拉桿 這邊也是RIDIA短拉桿 再來就RESINBOSS的降板避震 全殼桃降板避震 這個要特地說明一下 RESINBOSS的防甩頭 緊繃的象徵 客製的防甩頭做 因為SF沒有人做 沒有其他品牌可以做 所以就是手工客製 你看支架不太一樣 而且強度非常的好 再來這個 蛇紋Carbon的油箱罩 再來Tiger的快速油門蓋 再來重點來了 全車手工拉線彩繪 全車這個等了快半年 再來我們就往前面 蜂巢GNC大燈支架 單排大燈LED的大燈 它這是會亮的 而且不打鳥 手工客製 再來這一個 因為它這裡接近太大 所以也是在手工客製的遮陽板 搭配一個蛇紋的Carbon 再來金蟲 再特寫一下 三角台 再來就我們家的 MEMODO的GNC下座 整個賣得非常好 也是緊繃的象徵 再來就是E-Pro9的兩片式 前後 前四後六的兩片式斷框 再搭配了這個是 貝奈利的閃電台 換這邊 一樣搭配CNC 雷摩托CNC下座 大螃蟹 雷摩托的M字型浮動疊盤 後面 再來這個細節在裡面 加路達油冷排 加一個支架 再來因為它裝了油冷排 所以它把它的空力廢掉 裝了一顆芭蠟 芭蠟在這裡 芭蠟要搭配這個轉接座 才把它轉向到這裡 再來就是NGK的C導線 搭配 X-Lite火星塞 還有加路達 油冷排 還有CNC氣門蓋 散熱氣門蓋 這是泰國品牌 再來這支手工排氣管要介紹一下 它為什麼設計會這樣你知道嗎 因為這台車整台拉長又降低 所以它離地距離太短了 所以擔心在行駛當中 會敲到異物還是凸起物 所以我們盡量把它手工克制 把前段往上提 讓人在行駛當中非常安全 所以它做了結招往上提 再繞下來做了一個便當盒 所以我們來聽看看它的聲音是長得怎麼樣 你會聽到發熱的聲音 你會聽到排球的聲音 這支非常的安靜 它有效應的效果 再說就很安靜 再來就KITAKO的離合器外蓋 它配NIMOTO的CNC機油尺 NITOMO NITOMO的CNC機油尺 這個現在賣得很好 所有1.25本田車系幾乎可以同用 再來就LIMOTO的 所以我們叫了LIMOTO的腳踏後移 搭配的RIDIA的後踏 再來就是CNC Racing的油杯 CNC的整顆油杯 搭配的MSP很平的避震器 車主因為就是喜歡這支 他又不想要裝後椅座 所以車主有把這支搖壁 去客製化一個支架 把他切斷後 再往後移再往下壓 讓他整台車降了差不多3公分 讓他比例完整 更完整更好看 再來就是這一個 手工客製的後吐槽 白鐵手工打的 真的吐槽 這不是好看而已 有強度的 再來就是拉長必備的商品 就是這一個 加長套件 這拉最長的 他有4個孔 最長的話他要12.5公分左右 所以勢必一定要降避震 但是他就是直接改掉 沒有降避震 再搭配大螃蟹 再來就二稿的卡座 Lemodo無洞疊盤 Deprojo的6J後框 後面是用金色 前面是用桃紅色 後面搭配的是貝耐力 Bristone SC1 140 7012 這個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手工客製的吐槽下移 大排下移 吐槽跟大排下移 這個強度是很好的 不是好看而已 手工客製的 再來就是Lemodo的後齒盤 RK黑金鏈條 RCB的鏈條張力器 對不起剛剛講錯 再來這個也要介紹一下 PXT整合式尾燈 這個真的非常的屌 他這個頻率是可以更改的 很上的亮度真的是非常亮 他的模式有蠻多的模式 再來就是G-Club的CNC後扶手 再來這裡 Lemodo的腳踏後移 這個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手工客製 拉長降低 啪啪專用的邊柱 非常簡單設計 過彎也不會磨到 原本這個這麼短 會去磨到 所以他把它切掉 把它上移在這裡 不然這個 以原本的邊柱做是這麼低 在這裡 所以把它切掉後移在這裡 讓你過彎 其實上面安全多了 也比較好注射 再來 達到穩定器 應該看得到 這個沒有裝 喔不好意思 再來SMR的CNC 電盤外蓋 再來 烏輪軸 透明外蓋 差不多囉 今天 就到這 喜歡跟MG的 記得訂閱 分享 掰掰 再見 不可